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10月30日 德杯第二圈周四凌晨继续迎来角逐 届时法兰克福将会主赢慕讯家伯 M直播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两队近七次对话 法兰克福未尝败继 加上示意拥有主场之力 法兰克福迎面大 法兰克福新赛季至今 主场未尝败继三胜二合 其中就包括9月下旬 德甲主场以2比0击败慕讯家伯一亿 二个入球分别来自小高拿尘 以及奥玛玛莫输 如果再往前看 法兰克福在本年度2月25日至今 各项正式赛事主场只输给过上级德甲不败夺冠的毕华古讯 强如RB莱比锡以及拜仁慕尼黑都无法在法兰克福主场取胜 足以见得法兰克福主场表现的强势 值得一提的是 奥玛玛莫输经济进攻端火力全开 他八轮得甲过后攻入9球 在神射手榜上与哈利卡尼并列最多 因此法兰克福是以进攻端同样有保证 此番在德杯赛场再战慕逊家伯 法兰克福迎波可谓轻而易举 阵容方面 中场奥斯卡赫基隆特和后卫拉斯梅斯基斯电臣因伤缺席 穆逊家伯阵中虽然有前锋云杜波格斯以及后卫卢卡尼斯等人因伤免疫 但伤员并没有对球队产生过多影响 近况方面 专注于德甲一条战线的穆逊家伯整体发挥难言理想 开局八轮只能取得三场胜利 1.38比1.63的军场得失球比还反映出球队攻守失衡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 穆逊家伯客战能力不足 最近三轮做客无一胜计的同时还输了二场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 天际连丁斯特经济发挥令人感到安慰 八轮攻入六球 使球队绝对主力 但在对赛烈士面前连续七次面对法兰克福不胜 近五次做客法兰克福不胜 穆逊家伯依然来有作为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